混淆 And 什麼呢? icon 車 這樣就好了 就是把MessBuzz後面再加上一個不及格次數 空格了 讓它分開來 您的平均为这个 不及格次数为这个 OK来试试看好了 那当然我来先游标先放在这里好了 这个地方先一个中断点来试一下 这边的话呢 最后的话它就会 这边来评分 这已经五次了 一二三四 一七次 等下归零好了 等下 一 这边把它清掉 可以评分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了 好 跳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icons 应该是 这里 那判断的位置应该是 for i 等于1到 这个6 所以 要 把 所以要每一次都 对这边还没 nest icons 还在跑 那等于是最后的话 那 那会跳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您平均为25 不及格次数为5 OK 好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多了一个那个不及格次数 那变成说在回圈里面又有一个if 有一个if的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他的成绩是小于60 那当然如果你要判断是否及格的话 就颠倒过来就好了 颠倒过来就好了 好了 在